控一格 所以這邊都有控格 那裡面的值 比如說我今天要 剛剛140 12461247好了 那如果說呢 他的儲存格的 他的那個欄位的那個資料型態是 文字的話記得喔 前後都要加 單引號 其實本來應該是雙引號 不過因為雙引號 被VBA用掉了 所以如果你這個地方也在用 雙引號的話 會產生錯誤 所以他就用什麼用單引號取代 字串的 因為文字本來應該雙引號 用單引號取代 那這邊的話如果是編號是文字嘛 然後呢查的部分也是 這個單引號前後 然後再來數字不用單引號 就是他的單價 數量跟他的總計 還有就是說呢他的地區 好這樣的話我們完成之後的話 就把這些順便打上去 那這個就是所謂的C口語法 裡面的新增資料 那你把他打上去之後的話按一個執行 他會出現什麼樣呢 他會出現什麼 無法預期 我看一下 insert insert into s insert into 問題 1 編號 編號 C口 直接按執行他會出現那個 您正要新增一列 如果你選擇4的話 他就幫你把那一筆資料給新增進去了 那這個部分是在那個 SS裡面直接怎麼樣直接打C口語法 可是問題 我們要怎麼樣 Excel的資料 假如是Excel的資料 可以 透過 C口語言 然後直接傳送過來的話 那就直接可以把資料放過來 只是說這個中間要怎麼做 我想第1步請各位稍微了解一下 有關那個C口語法 如果你C口語法那一串很長 你不是很熟悉的話 你可以從我雲端 白板裡面有 一個那個 那個什麼 insert into 那個語法你把Ctrl C Ctrl V 然後試試看 但是你要稍微了解一下他的結構 好 我 每次 都